该就是网络剧《恶魔少爷别闻我的续集》,主要讲述了寒门剧情少女安初夏,与寒门高冷少爷韩七路,从相叹两声宴,到互生倾诉,俩而互相扶持,看似甜蜜美好,实际却暗闯虚荣的故事,然而随之剧情的不当更新,这部剧也受到了更多人的欢迎,当韩七路失忆之后,就忘记了安初夏,安初夏就一直自想办法帮助韩七路恢复记忆,原本十分喜欢安初夏的韩七路, 在失忆之后却有点讨厌他,所以韩七路就故意和安初夏导致距离,到最后,韩七路甚至还和安初夏取消了婚约,韩七路这样的举动,让安初夏非常的伤心,韩七路虽然失忆了,但是他奶奶还是给他安排了婚约,在他和安初夏取消婚约后,韩奶奶就让亲亲成为了他的未婚妻,这对于安初夏来说是一个更大的打击,安初夏虽然十分的伤心,但是他还是没有选择放手, 依然选择留下了韩七路的身边,继续想办法帮助韩七路恢复记忆,安初夏之所以能够这样的坚持,就是因为在他的心里,最爱的人依然是韩七路,在韩七路失忆这段时间,多亏了又李申东的存在,才给了安初夏很多的帮助,李申东其实也是非常喜欢安初夏的,但是因为他是一个正人君子,并没有趁韩七路失忆的时候追求他,还一直帮助安初夏恢复韩七路的记忆, 即使韩七路和秦卿已经有了婚约,但是李申东还是不断的给韩七路滚书安初夏,才是他未婚妻的思想,这也让韩七路和秦卿的感情发展没有那么迅速,后来韩七路能够亏助记忆,还是多亏了李申东,李申东用了很多的方法,最终还是和安初夏一起恢复了他的记忆, 韩七路最终还是没有和秦卿结婚,而是韩初夏甜蜜的打婚了,韩七路和韩初夏两个人算是苦尽甘来,不过编剧也没有忘掉李申东,李申东为了他们两个人放弃了那么多,最终的结局并不是单身一人,他在这一段的时间里,也是遇到彼此相爱的人, 李申东在帮助韩七路恢复记忆的过程中,和秦卿两个人产生了感情,秦卿其实是一个很神秘的华门千金,性格非常的活泼可爱, 这才吸引了李申东的注意,秦卿原本喜欢的人是韩七路,也成为了他的未婚妻,韩七路虽然失意,但是也不喜欢秦卿,后来韩七路恢复了记忆,秦卿在李申东的追求下,也彻底放弃了韩七路,最终选择了嫁给李申东,这样的结局也算是比较圆满的,好了就说这么多吧,如果喜欢了节目的朋友,欢迎订阅,评论,点赞,转发哦。